一个宝石,两个宝石 通过被动,探草,再进草 仔细看带红buff的镜 血云配合技能的连环控制 大招推之后,接血云的控制 他刚看见我,能动的时候 已经到了防御塔这个位置 然后你们再看塔的伤害 预判二技能回跳,减速很多 那就第三个宝石 推塔,沟通换线,我来兑现首约 大招,血云首约的噩梦 不再下落,兵线出来 没人先清兵线,看小地图 仔细看,首约的状态 已经到了收割线 推塔,往左边走,隐藏视野 给视野消失的假状态,再回头 仔细看,首约的影子 二技能回跳之后,接血云的连控 再看他头上的控制,根本没有断过 你们看,首约的大招 马上掉头,注意你们看这个二技能 二技能跳控,血云控制三人 在血云的控制时间劈出这一刀 看到了吗,首约瞄的位置 你们看,又开始家居了 他在瞄我队友,而我在瞄他 二技能接血云一下子劈到队友脸上 看小地图,首加没有大招 三个宝石,加暴力甲的移术 等兵线进塔,二技能越过夏洛特 把人和兵线往后震 再等兵进塔,已经被分割了战场 绕过苏聂,顶后面的扁鹊 限制他的输出,再回头打出一技能 你们看选择的状态,不顶了一下扁鹊 他就黑平了 宝石,加暴力甲,六百的移术 大招破苏聂,用二技能跳分割战场 跳后面的扁鹊 扁鹊有精神,但是我的血云控制 让他暂时动不了 推离了苏聂位置 等苏聂在赶到的时候,扁鹊已经黑平了 注意看首约的位置 而这一波,你们再看苏聂,不是他存了一下控制 控了我一下 那么,当这个薛音控制之后 这一刀的效果会更好 夏洛特没状态,首约黑平了 而你们看,我跑起来的移术 这就是静位荣耀加暴力甲的被动的移术 没有急跑,但是平常的移术更高了 你们看张飞的位置 敌人阶的大招 我用二技能跳之后,一技能消耗之后往回拉 你们看,跑起来的移术,跑慢一点就被控制 大招推,等冲锋状态再回皮一刀 全部都没有状态,收了一个又一个 你们看,他家水晶也黑平了 好 好 好